大家好,欢迎来到保罗最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说到很多用户来信 新用户想要我做一期就是说怎么安装一个新的系统 新的系统我先没有,但是我就跟流程跟大家说一遍好了 首先你要去必安去注册,但是现在必安已经关闭了注册 但是没所谓,他每天都会开放限定的时间去给你们去注册 当你们注册的时候,注册的时候啊 记得就是放上你的介绍人是谁,就是我保罗了 当然怎么放上了我这个视频的右上方有我的必安的用户ID 就是用户号,你注册的时候你填上介绍人,填上我就可以了 当你注册好了,必安,你先登录 登录,因为你第一次买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 买机器人的时候呢,他会要你注册,你要你买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你要,你要就是啊 打上你的API嘛,所以我就开始先从必安注册,注册了,然后API API setting,然后之后这里我有两组API,API key 这个无所谓,大家可以看到,secretkey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到 然后记得不要打,这个提线千万不要打勾 对,不要打勾 为什么要弄两组API呢 第一组用来注册我们的Profit Trader交易机器人 第二组呢,就是自己用来交易的 就算这一组的API快了,他机器人也会帮你快成这一组API 所以呢,就保证你的机器人跟必安畅动无阻 还有,多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现在的,看一下我现在的下限有多少 下限,从第一个 从第一条片子有两个下限,现在已经有82个下限了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大家支持啊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就算是我感谢大家支持 但是,对于一些普通的问题 我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懒得回复 比如说,哎呀,中国哪里去买比特币好啊 怎么买比特币啊,哎你这个软件收,不要不要收我比特币啊 你这个软件收我现金好不好 我懒得去回复那些很很无聊的问题吧 我这个人有时候做,就是客人有时候太多了 现在我很忙,手机一起创那个手机 因为我在美国嘛,美东嘛,北美嘛 我起来的手机就一直在想很 哎呀 弄这个都要弄我一天大半天的时间 连我正常的那个生活作息 还有工作的时间都有点烦到了 不过无所谓 啊,你们喜欢 就请订阅我的YouTube 请订阅我的YouTube 进来我的Q区里面 还有太多人加我了 你们的问题都在群里面问吧 我一个人一个人回答,我实在是回答不过来 十分感谢啊 现在注册,就默认你现在有两个API了 那你现在就要去买 那个Profit Trader 机器人 记得 一定要 一定要用我的 介绍链接哦 一定要用我的介绍链接哦 这里Profit Trader PT and Paul 然后呢 你拉下来这里 可以选0.03的这个 0.03 这个地址 这里放上刚刚你生成的两个API 第一组API key 就是API key 不是secret key 不是秘密钥匙 是API 钥匙 然后按Place order 就是下的 就是就是下单 下订单嘛 下了订单 那就 系统会生成一个比特币的钱包 那你付钱 你付钱过去 他交易就完毕了 然后他会 返回你的Email 就说感谢你 你的你的机器人已经激活了 你可以用 OK 那咱们就可以去 去下载机器人 我所有的这些连接 我都会在那个 片子的那个 备注那里 我都会 会放在那里 给你们看 下载这个机器人 一般默认来说呢 我现在还是用 1.2.6.8 点6.9 也不是不好 他就是fix一些文件 但是我的机器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这个好像比较爽手一点 那我就下载这个 6.8 OK 下载到Desktop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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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在哪里 连接 我这里 这里有这个连接 不好意思 Java Air 连接 我可以 等一下 我 你们在那个 我发完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可以加在那个连接 加在那个片子解释呢 你要按Accept Eisen Agreement 一般32位的系统就是下载 x86的 64位 就下载 x64 点击这里 然后他就可以下载 下载你的安装 And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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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了 你就可以来这里 设置 这里找Java Configurate Java 记得要按这里About 就是看清楚是不是Java 8 151 现在今天版本号是151 然后过去update 更新这里 不要把这个打勾上 你要取掉 Do not check 不要更新 Apply OK 那就要关掉了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 我这里就不重新启动电脑了 你装上Java就好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OK OK 我们回到机器人这里 Application Properties Application Properties 默认 这个都是默认的设定 这个默认的设定 Local host It's the bot 啊 就 我们就用8081的窗口去看这个机器人啊 这个是我现在的机器人 我现在的机器人 刚刚我的那个交易记录断掉了 不知为什么 重开了一下机器人 少了100块钱的收入 他没有在这里显示 但是钱还在我钱包 OK 但是 你看这里是8081 Local host 8081 OK 然后这个是Telegram机器人 提示 比如说你买卖 买入买出啊 他会发一个信息去你Telegram 这里我们先不介绍 OK Trading exchange 我一般选 C Server in time zone 这我当地的时间是-5 我这里就写-5 那要看你的那个比如说台湾啊 呃 北京时间是怎么样 你就按照你确定的时间去去填 Site 名字就好像说 你先要你的机器人的名字就好像说 Paw Tray Paw 1 1号机啊 密码的话你选一个123123 随便 然后之后 Log history 就是说 你你的交易记录要放多少天 一般就是 15天 OK 好 这里呢 就放你刚刚第1组 第1组 在币安的 币安的第1组的API key 第1组的API key 放在上面 第1组的API key 放在上面 然后下面就放这里放 那个 Secret key 就是 加密钥匙 记得你 你打完之后呢不要按红格 直接按这里 打完之后不要按红格 这里 这里放第2组 第2组API key 第2组 Secret key 这里放 然后之后呢 导存 关掉 导存关掉 然后configured property 基本上没什么要弄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要弄的 这里configured property 就是Tesmo Tesmo里按true 机器人可以先运行一段时间 你好像有的新手就害怕机器人会弄错嘛 对不对 你可以用Tesmo跑一段时间看一下 这个PM2这个不用管它 这个就是启动机器人的command Doccmd Doccmd OK 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在你的 你的 启动开机的那个 文件夹里面 它电脑一启动 比如说你怕电脑关机 使机啊 你一启动它就会 立刻启动 你只要这个文件复制过去 一启动 就可以了 什么是Doc.jar文件呢 Doc.jar文件呢 就是那个 机器的 主脑啊 42MB 啊 比如说你下载了 比如说你下载了 比如说这个是新的版本 你要你只要如果你更怎么更新新的版本呢 你只要把机器人关掉 比如说开了开了这个机器人 啊 然后你关掉这个这个这个黑黑的窗口 然后就把这个 J.jar文件 复制 然后之后 碾贴 覆盖过去 那你就 机器人就变得新的版本了 啊 还有我的机器人就是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错误 错误代码 我不知道群里面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客人啊 那个机器人老是跳错误 老是跳错误 第一最大的可能就是机器人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最主要还是BI的服务器有问题 如果他 太多人了呢 他有时候会跳错误 难道就令到你的机器人就 就就会变慢 你就交易不了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要检查你自己的网络 有的 有 我很多客人就用的手机电脑无线网络 难道无线网络丢包呢 导致 机器人 感觉网络错误 他又跳错误 啊 我的网络全是有线的 我是美国纽约的 Verizon Files 就Fiber Network 就是说直接 就已经 等于是商业的 商业的了 我的我的IP地址就是固定了 就跟普通的家用的网络有点不同 我是100MB的上传 100MB的下传 OK 然后这个Doc.json Files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Doc.json Files就是你的你的记录 就是说你买卖记录啊 你卖多少啊 你现在 你现在的那些 PS log啊 Sales log啊 今天啊 这个这个是错的啊 我有 几十到一百块钱 那个刚刚那个Json Files 坏掉了 我用那个backup的 这里说一个 小事情啊 就是说有的时候 有的客人就是用那个机械硬盘嘛 对吧 机械硬盘 他的Json Files 老是错误 那只要你 我就 我老 每天基本上一天备份一次嘛 那个直接 备份那个Profit Trader 然后备份好之后呢把这个原来的原来的Json Files删掉 然后就把这个backup这个点一点backup这个东西去掉 然后他变成用用用备份的Json Files来替换现在的Json Files 因为因为现在已经快掉了 因为用备份的 那你就基本上 啊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OK Trading Trading就是说 这三个文件就是说 第一个 DCA补仓 补仓清仓 如果有那个 如果有那个证券交易记录 经验的朋友 可能会很清楚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 你你买了 买了以太币 用比特币换了以太币 但是但是 以太币跌了 OK 市场规律是 只要你跌了10% 他会回调嘛对不对 那如果你设定了他的补仓这个你不要 跌了10% 你再买一遍 跌15% 再重新买一遍 他只要回调回来你就 等于赚了三倍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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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利润就等于三倍 因为你买了三次嘛 翻倍翻倍翻倍买 Indicator Indicator就是一些 SMA线 线 还有那些线 就是最主要是客人 这个这个设定就主要就是 教 机器人怎么去 帮你去看这个市场了 这个一般的话 比较高级 这两个这两个东西呢 我建议新手不要去 不要去 随便去弄 一般如果你是用我的 币安的介绍链接 还有用我的介绍链接买 Profit Trader 这个 交易机器人的话 我这三个我都可以 将我自己私人的买卖策略 调节好的买卖策略 调节好的买卖策略 我都可以发给你 我都可以发给你 然后这个就是Piers Piers就是你的交易策略啊 我们进去看 All Enable就是说你所有东西都可以买 All Enable Piers 但是他这个限制就是24小时之内的交易量不可以小于500个BTC 我建议 这一新手可以从800开始 新手可以从800开始 All Max Cost这里可以填0 因为呢 我一般是根据客人的情况去定制一个买卖策略给他 Max Piers可以10可以20都可以 我喜欢这20以上 因为我的本金现在已经 比以前多太多了嘛 那你那你那你只要就是你 你每一个Piers 你买的每一手 你可以定百分之 我看一下 All Max Trading Piers All Max 他这里有一个 All 他有一个 等一下 他这里应该是有一个 我可能这里拼错了 All Max Buy 应该是这样子拼的 我可能这里拼错了 不过我没所谓 我一般 All Max Buy % 一般他是 按照你如果你本金要多少 你只要超过 币安的最少的那个 交易啊 好像是很多 币安的最少的交易啊 好像是 0.002 BTC 一个配吧 那你根据你的本金 你就按可能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或者百分之 有的人 本金 本金多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 百分之一可以 那之后 你Trading Piers 可能不建议超过 40 最多40 因为我听过 有的 有的朋友跟我说 就是说他 他用到 啊 Piers里面 超过50 的时候呢 超过50 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 因为 币安看你的 操作过多 一下子买太多 一次卖太多 每分钟交易 交易太多 你机器人厉害 对吧 OK我以为你有 违规操作 他就把你的IP 给变掉 或者你的API overload 你就交易不了 你可能要重新 启动机器人 所以我不建议 超过40 最多30 比较保险 我那个朋友 他是50 才会有问题 我现在开到30 我现在开到30 OK 存下来 这个机器人呢 CMD 你当你 当你开了 这些我刚刚说的 设定都设定好了之后 你要开这个 CMD CMD 你打开 然后 然后他就会弹这些 弹这些命令出来 只要看到 Normal Heartbeat DCA Heartbeat Cast Your Heartbeat 这些东西就证明 那个机器人是没有问题的 机器人是没有问题 他一直在跳嘛 一直在跳 一直在跳 好像心跳一样 蹦蹦蹦 一直在跳 就是说他一直在帮你 去找这个市场 哪一个买好 哪一个买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 还是我的战术就是我喜欢开多的配 因为好像有的 有的有的 有的新手跟我说 哎呀 Paul 哎呀 你太多跌了啊 我第一两天 你的战术 我一两天之内赚 赚几百块钱 但是第三天 这个包 就给套住了 这个很正常啊 因为你的 我的战术就是 你 你 买多点配 就是等他回调 有的人的战术就是 他 因为我的战术是不开DCA的 有的人的战术就是 他要 他就随便你套 套DCA 我 我买四倍 五倍 六倍 他 他那些人的 必须 必须有两三个四五个 比特币以上 你才 你才 可以去开DCA 如果你一个比特币以下 或者一点五个比特币以下的时候 你开DCA的很快 很快你的本金都 都立刻给吃掉了 吃光光了哦 你根本没有 没有剩下的钱 没有剩下的子弹 去帮你去赚更多的利润了 我这个策略就是 不开DCA 等他套 套一下 没所谓 我有三十多个 我开到八十个配 八十个配 而且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套 连每天都会有交易的 好像我昨天 其实 昨天 这这几天的市场不怎么样 但是我昨天也赚了两百块钱 就为什么了 有的东西解套 他又继续利滚利 利滚利 越赚越多 我打算最多开到四十 三十八到四十个配 我现在开到 开到 三十八 我看一下 十一号的记录 十一号的记录也有三十九个交易 十号的呢 看一下 十号的九十一个交易 很不错 不过我这里没有显示一位大前天 有一天 我赚了接近五百块钱 然后十号的话应该赚了三百多 美金 美金啊 不是人民币 不是台币 不是港币 是美金哦 OK 你可以算我平均一天 也有0.016个比特币吧 现在平均 之前的平均数 比现在多 之前上一个video 就是0.018嘛 因为之前那个市场比较好 这几天的市场不怎么样 全现在跌 比特币也跌 然后别的 别的币也跌 但是现在已经回调好了 我感觉明天 明天会好一点 当然我也希望币安的服务器 不要再垮掉 垮掉的话 机器人的教育就很慢 有时候呢 他会显示 诶 我已经有百分之五的利润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有百分之五的利润 机器人不帮我卖了 那可能就是 币安的服务器太多人一起在卖了 现在 他的服务器承受不了 那币安现在比较人多 币安现在比较人多 啊 记得 我再帮你们复习一遍哦 帮你们复习一遍 记得 第一 首先你要 做机器人 是什么呢 弄一个 用我的介绍链接 或者你注册之后 打入我屏幕右上方的 介绍我的ID 你的介绍人是谁 打上我的ID 你就是我的线下 OK 就是我的下线 我的下线啊 然后呢 你注册好了 币安 记得开 Google的验证 或者信息验证 OK 开了之后就 开这个API Setting 就是弄两组的API 然后用第一组 第一组的API 去 去记得要用 用我的链接去买机器人哦 Port 或者Chinese 然后中国人 Chinese 你也可以去买 然后拿下来 选一个交易市场 就是 One Exchange Chinese Order 然后选币安 买付比特币 不要再问我 拿你去买比特币了 不要再问我 可不可以用人民币 买这个 买这个网件啊 是不可能的 OK 千万千万不要再问我一些很白色的问题了 我不回答你 我不回答有些人 有些人又觉得我不给面子给啦 我真的 真的每天都太多这些问题了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OK 弄好了那些 下载机器人 我现在还是用 12点 1点6点8 下载 难道 难道你们片子亏放吧 看归我之前的教学吧 好不好 我爱你们 我并不是说有的时候 我不亏你们的消息 真是太多人了 而且你们不要每个人都加我QQ 每个人都打我电话 用那个电报打我电话 实在是太想了 给电话吵起来了 好 你们可以在群里面问问问题 然后就A我也可以 我右上方 我这个视频右上方有QQ群 有我Telegram的那个名字 你可以A我在那里 电报的名字 A我 然后我起来 我看到你们留言 我会回复 Email我也可以 发电子邮件给我也可以 实在太感谢你们的支持了 记得 用我的链接 用我的链接 注决必按 用我的链接 买机器人 Chinese Qtapol 买机器人 这些链接我都会放在这个 这个片子的介绍那里的 都可以了 好 记得一定要支持我 不懂的 记得也可以问我 在群里面发问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十分感谢你们 谢谢 就这样